一瓶眼霜真的可以解決眼周肌膚所有的問題嗎 到底應該幾歲擦眼霜呢 在VOGUE的大調查當中 其實發現原來粉絲最困擾的問題居然是黑眼圈 其實黑眼圈的成因有很多種 像是有一個就是如果你自己是過敏性體質 有過敏性鼻炎 常常流鼻水啊 打噴嚏啊 醒鼻涕 這樣子其實是因為鼻子跟眼睛這邊的血液循環不好 所以會形成黑眼圈 這個東西其實蠻難用眼霜來解決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自己天生長的問題囉 就是你可能天生 淚溝比較明顯啊 眼袋比較大啊 或者是臥蟬比較明顯 而形成了黑眼圈 這個啊 其實也比較難透過眼霜來解決 那除非你就是好好調整自己的體質 或者是學一下眼部遮瑕 這樣子其實黑眼圈就會比較不明顯 就是如果你是因為太陽的照射 發炎 或者是一些摩擦而產生的肌膚發炎 造成的黑色素沉澱 恭喜你 你有救了 這個啊 其實就可以透過一些 有含美白成分的美白眼霜 幫助黑色素代謝 解決黑眼圈的問題 那到底要幾歲才能開始擦眼霜啊 其實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故事 就是我上次啊 就跟Kevin老師聊天 我就問他說你到底幾歲開始擦眼霜的 他跟我說他16歲耶 就是他16歲的時候有一次就走在東區的街道 看到了一個藥妝店 上面寫著眼部保養專家XXX 他好像就意識到擦眼睛很重要 那其實當時的他就是滿臉的痘痘啦 所以他就開始了眼部保養之路 記得喔 是16歲 那同樣的問題啊 我也問了女兒老師 他說他小學五六年級就偷偷跑到媽媽的房間 再開始擦眼霜了 所以你問我到底要幾歲開始擦眼霜 我覺得啊 因為眼霜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可以幫你把眼角的一些乾紋啊 細紋 因為眼霜的滋潤 讓它瞬間撫平 所以最容易看到就是撫平皺紋 細紋的效果 如果有一天你覺得你眼周 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細紋啊 乾紋 那就是擦眼霜的時候了 其實眼霜好不好 跟價錢沒有什麼關係耶 重點是你就是應該要知道自己的需求 以及去使用那個眼霜 才能知道到底效果好不好 那我同事啊 也最近在問我說 到底有沒有哪些是平價又好用的眼霜 因為一般專櫃的眼霜實在是太貴了 然後我就去搜了一些藥妝店 最近這三個月 賣的No.1的眼霜 其實都非常的遲毀 而且有用 像這一支啊 Dr. Wu 是康氏美銷售No.1耶 他們是利用那種高科技的生態 來做成的除皺眼霜 然後我覺得質地上面啊 擠出來啊 是白色的 感覺好像蠻rich的 很難吸收 其實超清爽的 其實擦一擦 馬上就被眼周的肌膚吸收掉了 不會有什麼負擔 那第二瓶這個呢 其實是屈塵式銷售第一名 叫做Dr. Satin的抗皺眼霜 它是利用魚子的成分 還有一些黃金的膠囊 來幫你就是在眼周的眼尾的一些皮膚做抗皺的效果 然後呢 擠出來一樣 也是白色的眼霜 然後呢 同樣其實真的都很清爽 我覺得這些開架的產品其實蠻厲害的 就是其實感覺很滋潤 其實塗上去都很清爽 很容易被眼周肌膚吸收 那第三個呢 就是來自日本的松本清 從進來台灣之後 最熱賣的眼霜 以前啊 很多人都還要去日本找人載購 現在台灣就買得到 這個牌子啊 叫做明色 它其實是在日本已經一百多年了耶 其實深受日本的皇室啊 貴族的喜愛 重點是 它居然五百元就有找 然後呢 它的質地啊 其實擠出來也是這種白色的乳霜狀 然後呢 推開來 一樣 也是蠻清爽的 然後又有一點點潤澤的感覺 所以呢 它能夠解決我們眼周的細紋 皺紋的問題 其實眼霜啊 最能夠解決眼角的細紋跟肝紋的問題 這三瓶其實就是現在藥妝店賣的最好的眼霜 如果有興趣 趕快去看一看吧 那至於要怎麼擦眼霜呢 其實大家的方法有很多 然後我只要提醒你一個動作 就是用這一支指頭 無名指 因為無名指是五個手指頭 力道最輕 最小的指頭 用無名指的方式 疊你的眼霜 輕輕地拍點 拍點 這是最正確的圖紋眼霜的方法 我看到很多人有一個疑問是 他們根本就不敢用眼霜 因為他們覺得擦眼霜 眼周肌膚會長出小肉芽 所以都不敢用 其實這是天大的誤會啊 眼霜沒有這麼可怕 我問過了很多皮膚科醫師 他們其實都跟我證實 擦眼霜不會長肉芽喔 那如果你看到的那些肉芽 其實大致上有分成三種 大部分都是跟天生體質有關 第一個啊 就是看起來白白的小小的很像粉刺 那個叫做樹粒種 那個其實啊 是我們的皮膚裡面的油脂跟角質 沒有辦法順利代謝 產生一小顆一小顆的樹粒種 第二個呢 就是角質增生 它就是過度增生 所以產生的摸起來比較粗比較硬的一種 看起來像肉芽的東西 第三個呢 就是汗管流 它的外型比較沒有規則 大小也不太確定 是因為 它是因為汗線的增生造成的 天氣熱可能比較大一點 天氣冷就比較小一點 以上三個啊 其實都是跟天生體質有關 如果你真的長一些 我剛剛說的那種小肉芽 其實你就請醫生幫你解決吧 很多年輕女生啊 都覺得她現在才20歲 擦眼霜好像一點感覺也沒有 但是我跟你們講 其實擦眼霜啊 我們總是長尾效 如果你20幾歲就開始擦眼霜 10年之後 你跟那些沒有擦眼霜的女生比起來 你就知道為什麼要擦眼霜 希望大家看完這一集 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眼霜 如果你有其他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也一定要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五 會有進行影片的首播 幫大家解決美容相關的議題喔 也歡迎關注我們這些地方 我們都會在這邊等你 如果有什麼問題 盡量發問吧 如果有什麼問題 盡量發問吧 請問一下